又有的群聚案持續的收斂 愛心篩政策的功勞不小 最近這幾天 愛心篩累積發現了28例的陽性個案 當中21例PCR附檢確診 陽性率75% 順利的揪出不少社區黑數 那麼市政府也在週六的時候 針對了基隆市各區追加方放愛心篩 不少平日 沒有空領取的上班族 都把握了機會來登記 跟基隆相關的一個確診案例 有39例 不過其中一例是陰性誤報的案件 實際上的一個案例是38例 9號基隆新增38例個案 連續多日疫情時評 而且就有的群聚案持續收斂 新增的案例中多為匡列居隔對象 只有一對接觸社區個案的母女是新增案例 不過大台北地區傳播鏈繼續燒 11例外線市相關的個案中 就有8例和台北市相關 不過社區傳播鏈順利穩定下來 愛心篩政策似乎功勞不小 截至9號回報的28例陽性個案 有21例PCR附檢確診 陽性率75% 順利揪出不少社區黑數 也讓愛心篩加碼一天 民眾一樣很膨胖 活動中心裡面椅子座滿滿 還有不少是平日沒空的上班族 把握機會趁著週六來領取 全台首例實施愛心篩的縣市 除了過程中滾動式調整 也要把經驗總結回報給中央 讓類補篩政策為防疫加以把力 記者蔡志恆基隆報道 大明星期十分 英雄 2號 2號